26号2023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开幕 台北市旅行工会理事长洛迅宏 致辞时当面向蔡英文呼吁解除旅行社组团赴入的禁令 对此蔡英文表示 两岸可以逐步地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 旅游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大陆游客对于台湾旅游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游客到台限制仍未取消 不少旅游业者翘首期盼何时取消禁令 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洛迅宏 在开幕式上当面呼吁 希望民进党当局赶快解除相关禁令 让经营大陆旅游业者恢复营运 曾请将我们旅行社主团附入的禁令能够解除 让我们专营大陆旅游业的业者也能够恢复营运 如果理事长交代的事情 那我相信我们交通部正在讨论这一件事情 那我近几天在基石会也希望 也谈到我们也希望在以后 两岸可以逐步的恢复 健康有序的交流旅游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据台媒报道 两岸观光迟迟难以破冰 几乎每位旅游业者都忍不住炮轰 台北市旅行工会副理事长科目周23号受访表示 目前 疫后国际旅客来台市场恢复的相当慢 来台团客更不如预期 至于两岸旅游重启迄今 指纹敲碗声 科目周忍不住炮轰民进党当局 应是政治凌驾经济 导致台湾旅行社高达25%营业额的大陆市场 看得到却吃不到 他批评现在台当局是堂塞旅游一大堆 心态白烂 台湾现在不是路委会这边 自己把它说是必须要透过小两会来协商 可是当时2020年1月底的时候 台湾也没有透过小两会协商 就片命地把大陆所有的航线中断 以及禁止路客来台 所以这个是台湾方面自己的决定 其实现在台湾只要宣布开放就可以了 为什么航空票物都可以直接开放 观光的部分却要限制这么多呢 对此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 总会理事长肖伯仁表示 台湾至少有七成以上业者 希望尽快开放 有一半业者已开始准备 民进党当局不应限制旅行社 组团前往大陆旅游的自由 而民进党当局太多的弯弯绕绕 不仅让业界相当灰心 也引发外界炮轰 复杂到什么程度 你民进党才会满意呢 换句话说 大陆的旅游团要到台湾来的时候 那还要拜托你民进党 因为他要拿钱给台湾人赚 没有你民进党同意台湾人 还不可以赚这笔钱 你民进党好大牌 好了不起 真的很钦佩你们 贯威真大 东卡西卡的 然后那就是差别待遇 是啊 那这里面就很奇怪 所以我一再觉得就是说 任何有助于促进和平的交流 何乐不为呢 台湾旺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调都显示 愿意并期望增加两岸交流 已是台湾主流民意 大多数台湾人都期待 两岸能够恢复正常交流 以降低紧张关系 而观光旅游正是其中最自然 且普遍的交流方式 文章说 当两岸人民可以世界走遍时 近在咫尺的两岸旅游 没有理由要遭受政治隔离 无法进行 文章最后呼吁民进党当局 以更开放的态度 面对两岸观光旅游 两岸观光旅游 那一号